第四集 近來真的很忙 所以這次就遲了出第二集 希望大家不要怪我 這次出第二集 我們這次就繼續來看杜拜之旅 大家好 今天來到第3日 今天會是一個少少的旅行團 大會就會帶我們去參觀一下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待會吃完早餐 就會出發跟團到處玩一下 之後就會再去我們拍攝攝影機 我們會視察一下環境 看看這次拍攝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去吃早餐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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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這是很重要的 有你們支持 我們才有力去繼續做我們的影片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 現在我們第一站會來到 就是我面前的杜拜的鏡頭 就是一個相架的物體 其實我應該都會上去 它說有一個透明玻璃可以在上面走 待會拍給大家看看 我們走吧 今天這個小小的旅行團 除了我之外 還有新加坡的Securator Debbie 還有台灣的Securator 何小龜 大家一起去杜拜之旅 一起去參加旅行團 到處去玩玩 我看到當地職員拍照都是用Nikon 不過趁機都有問問 導遊或者當地的東西 原來他們的文化 拍照的文化中 Nikon 佔有率也挺高的 因為有些人覺得Nikon 等於涉形 所以當地的Nikon 地位都是不錯的 在這個《導拜的鏡頭》上去搭電梯的時候 當地的一些文化 或者以前舊的《導拜》的一些簡介 讓大家更了解當地的文化 這個《導拜的鏡頭》是一個很代表性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旅遊或者是 基本上都會去這部《導拜的鏡頭》 因為它除了150米之外 還有可以搭電梯 就是現在搭電梯 可以上到48 樓 去看透明玻璃的底 看看城市景觀 亦可以參觀一下這部《導拜的鏡頭》的特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剛才反光的時候 在錄影時都沒有紅色燈 因為我已經關掉了 其實剛才Debbie和生日波同事都問我 你不是在錄影嗎? 為何沒有開的燈 我一般情況都會關掉那個燈 因為推燈始終在開著 就好像在錄影時的感覺 但如果在錄影時的感覺 功績不太大 所以通常我去旅遊或者自己使用 我都會關掉一盞燈 純粹如果自己使用 自己在香港拍攝 我會再開它 令我侵略性沒那麼高 會比較好 始終我又拿著Gimbo 我又拿著相機 未必是每個地方或每個人 都會喜歡被拍攝的 所以通常我關掉一盞燈 就會比較安心 這個杜伯的鏡頭 高150米 闊95米 除了上48樓可以參觀之外 還有咖啡飲品 可以給大家打卡 亦有透明玻璃 亦可以看到外面的城市的景觀 無論是乘搭升降機的路 也有參觀 照片亦可以看到 亦下回電梯後 亦有參觀的東西 大家不用只看外觀 可以上去看看 亦可以在出入時 亦可以看到展覽 另外這是需要入場費 大約是$100港幣左右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看看 但是當然 你說有很多東西玩 都不會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參觀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100元的入場費 都還可以的 始終是一個 很地標性的建築 直接去看看 OK 你是來 再見 我給你一個 好 再次 下一個 我發現這個杜拜有很多貓 由我下飛機第一天 那晚開始已經看到有貓 去到這個景點都是有貓 但是大不同 每隻貓的性格不同 好像我第一晚看到那隻 都是比較害怕人 這隻主動爬在別人身上也挺有趣的 完成這個行程我們準備去下一個景點 杜拜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是每一個景點車程都不會太久 所以坐了一會兒就去到另一個景點了 這個景點都是熱門的旅遊地方 叫做阿法迪的歷史區 就是比較舊的杜拜歷史的地方 依然保留了當時的建築 如果大家想體驗一下以前的杜拜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來這個地方 這個行程除了參觀這個地方之外 還會在這裡吃飯 到處逛逛逛逛逛 去感受一下舊的杜拜 到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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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外套仔 或者不是熱到只剩下一件衣服才行 這裏也明白很多人喜歡去杜拜的定居的原因 參觀完之後就來到餐廳吃的東西 它們是一種奶茶 其他人就不太習慣 我又有喝慣無糖的東西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都還好 另外下單也是比較先進的 也是用Airboard 給你下單 我很深刻的是它的湯 其實也挺好喝 像一些西式湯的味道 另外它的菜式也是容易接受的 可以吃咖喱角 也挺好吃的 也容易接受 炒飯也是比較容易接受的東西 也不太適合吃的 另外一個他們很推介的甜品 就是一個波波的魚蛋 其實就是一個類似地瓜球的東西 有些人喜歡的 有些人覺得還好 也不錯 就是一個小甜品 然後我們出發去碼頭 搭船去對面 其實去哪裡就是我們上次會去的一個市集 因為不知道原來的行程會去到這裡 所以這次又會再一次再去過 再看看其他不同的東西吧 搭船來講也挺有趣的 因為當那些人都是一種加通工具 過去對面河 都會用這艘船 所以搭船是不錯的 這個地區就是舊城市集 其實也是一個旅遊區 其實有很多技術品 賣金 然後賣香料 即是不同的特色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但是好像上一集 有些情況發生就是 大家一定要格價 因為有時候他們計算貨幣 如果他們計算美金 就很嚴重 所以問清楚究竟是多少錢 以及算是甚麼字 即是算是哪個貨幣 這個也有很大的關係 大家有興趣 如果真的去到達8 這個地方也是必利的 這個地方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例如隔力的冷氣 很多中國的電器 在搬貨幣 其實也挺有趣的 其實也挺有趣的 接著我們就去到 這次要拍攝的Studio 看看環境 因為整個廠房 即是廠房 即是不是Studio 整個廠房 都是這次拍攝的環境 也是第一次在今天 看到Z8的出現 又是貓 剛才是貓 現在又是貓 由早到晚也是貓 Z8 我們將會在這裏拍攝 看完Studio 看環境 試了機 了解了一些機器的資料之後 就回到酒店吃飯了 因為酒店 就有這個 肉眼扒吃 就是肉眼扒 基本上 我們都慢慢吃 即是我是 其他人都一起吃肉眼扒 就吃了一盲餐 經過了鴨仔團 接著就是 去到Studio 去看環境 準備明天的拍攝 其實我現在就回到酒店房 已經吃完飯了 就好夜 洗好涼 準備明天的第一間拍攝 希望明天順順利利 因為其實 那個安排上 其實我們會是 跟不同國家的選擇 一起去做自己的作品 但是 因為你知 你的節奏是排得很密的 所以 希望我的拍攝上面 相信你們 希望 起碼不會有 問題出現 希望大家祝福我 希望大家 繼續看影片 看看 接下來發生的事 今天 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 都收拾好東西 要睡覺了 純粹拍一個 叫做自拍 給大家 跟大家說一說 明天 我們正式開始 我們今次 過來拍的 下一集 就會正式拍攝 到時 就讓大家看看 我們今次的製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